新北市和平公园环境有美是民众休闲的好去处 没想到高滩处却在近期发现 月铁楼梯扶手、人行、路桥护栏 甚至是铁制垃圾桶都遭到破坏被偷走 涉及民众安全及使用权益 目前高滩处已经加强巡查频率和防窃机制 照片里楼梯扶手栏杆不易而飞 要是民众经过不小心衰落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新北市拥有1382公顷的高滩地河滨公园 却没想到有窃贼将歪脑筋动到园区设施上 比如说我们河滨公园有些警车 它有些不锈钢的扶手 还有我们的进车道 还有我们那个像踢房的月体阶梯的栏杆 他们的不锈钢都被破坏或剧断 发生这种事件的情况 那每次的损资可能在数千到十万元不等 我目前就是透过在保全在家常巡视 然后我们就会在不锈钢扶手 那个我们有螺丝我们就把它点焊 来增加那个偷窃的难度 然后我们会把一些不锈钢的垃圾桶 换成缩小垃圾桶降低它价值来避免失切的发生 包含不锈钢制品自行车道人行通道栏杆 通通都是巡视重点除了提高巡逻频率 高单处同时透过监视器及电线 断路通报系统加强园区管理 我们会则园区拔出比较偏僻的地方的路灯 回路受设置一些断电的通报系统 那只要有发生这种断电情况 我们保全收到简讯就会马上在附近检查 有没有可疑的人物去追踪这个情况 针对遭破坏的设施 目前高单处已设置警示措施 并安排修盛 确保设施安全保证民众的休憩权益